- 嗨 大家好 我是路蔣 謝謝大家今天也來看我的影片 那這一支影片呢 非常的興奮 非常的期待 就是我終於可以跟大家公開這個消息了 就是我要跟SATOM聯名了 Yeah SATOM創立於2017年 是來自台灣的設計師服裝品牌 參加過很多次台北時裝之後 還有東京時裝之後 我自己也去過很多次 也有在新宿的伊斯蘭百貨辦過快閃 也獲得過WWD Japan讀者評選第一名 在日本的時裝週是有一席地位的 我有這個榮幸跟他們聯名 我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那這支影片上線的時候呢 商品還沒有開賣 商品的開賣日期是10月4號 台灣時間晚上6點 在SATOM的官網可以購買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的聯名經過 真的是跟SATOM這個品牌很有緣分 我去看過很多次SATOM的秀 然後也實際見過子晴 那也跟子晴吃過飯 我差不多在一年前還是兩年前的時候 我跟子晴去吃飯 那子晴就有提到說 陸講之後有什麼規劃 如果有興趣的話 要不要跟SATOM聯名看看 其實我收到這個邀約的時候是又驚又喜 其實SATOM這個品牌的中心理念就是 女性力量 賦予每一件服裝一個女性故事 因為SATOM是源自於台灣 在日本東京努力的一個品牌 他們覺得跟我的形象非常符合 因為我也是出生於台灣嘛 然後在東京努力的生活著 所以想說要不要聯名 可以透過服裝讓我們的理念跟信念 讓更多人知道 我就真的很開心 馬上就答應了下來 但是回去之後呢 就其實這個聯名真的討論 籌備了非常長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SATOM平常的衣服的風格 都是比較個性帥氣 俐落景深的感覺 其實就跟我個人 平常穿衣服的風格比較不像 所以我們在風格這一部分 真的溝通了非常長一段時間 看怎麼樣可以完美融合品牌 還有我個人的穿衣風格 首先子晴先請我提供一些 我自己平常私下穿衣服的照片 還有我一些比較喜歡的風格 因為SATOM覺得我的感覺是比較偏可愛 然後有點符啊符啊的 就誕生了這次的雲朵系列 對雲朵系列就是我們為這一次 聯名的所有單品取的一個名字 這次聯名總共有三樣單品 是上衣還有背心跟裙子 然後各出兩個顏色是卡其色跟黑色 總共六件 那為什麼會叫做符啊符啊的雲朵系列呢 就是這一次呢我們的裙子下擺 還有我們的背心下擺 都做成有點蓬蓬的糊狀的感覺 那上衣呢是做成像這樣子 斗篷的感覺 最後討論設計出這套衣服 我看到的時候其實真的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這完全就是 我平常自己會穿的衣服 很適合春球用來搭配 我自己非常推薦大家來日本 之後可以穿上這套聯名衣服 真的非常的配接近 尤其是看風頁賞音全部都很適合 關於價錢大概也會蠻在意的 面型的話是1800台幣 上半身的斗篷呢是3280塊台幣 群是2480塊台幣 那首先上衣的部分 我現在穿的是咖啡色的 版型的部分呢是用輕盈蓬蓬的立體擴型 再加上Saisong他們自己拿手的立體剪裁技法 用獨特的打折手法抓出深淺比例完美的折 可以修飾肩寬等身形問題 打造出雲朵非常浪漫的感覺 上衣跟裙子的布料材質部分呢 都是用仿風的風衣布料作為套裝用布 很輕而且又仿風防曬 首先上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部分 那因為是雲朵系列又是斗篷的關係 所以我就跟他們討論說 我希望這個斗篷的地方整個是這樣 砰砰砰起來的 然後希望走在路上風吹過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飄逸感 然後子晴他們就有提到說 欸 既然會有飄逸感 那我們要不要在內層這裡做個跳色 呈現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然後還會有多一分溫柔婉約的浪漫 裡面的顏色呢是我自己選的 那咖啡色的部分呢 我是搭配粉紅色 因為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粉紅色 那這個粉紅色呢其實也選了很多 那我最後呢是選這個比較偏淡色系的 有點低調但是又很浪漫 黑色的上面呢它裡面的跳色是 像這樣子的低調質感灰色 那非常的好看 它材質呢其實跟外面也是不一樣的 像外面我剛才說它是風衣材質 那內裡呢它其實是滑布的材質 其實這樣單穿呢穿起來是有點冰冰涼涼的 還蠻舒服的 這一點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小巧思 然後另外一點 林口這裡呢我是做這樣子 像圓弧狀的 那為什麼要做圓弧狀其實也是有原因 因為我平常非常非常喜歡買內搭 打底衣 我自己又很喜歡穿高領 有疊穿洋蔥式穿搭的感覺 做這樣的橢圓弧度呢 就可以露出裡面那個內搭 但是又不會顯壯 然後大家看它的背面 看轉過去背面那個感覺 超漂亮的 那我們在這裡呢還有做這個造型 讓它整體呢不會看起來太單調 另外這一盤是用扣子 在裡面可以藏起來的 就是其實這個上半身抖蓬的版型呢 是我們溝通最久 然後我也很多次 我跟他們討論過很多次 因為我自己呢是屬於胸部比較 有分量感一點 然後我的肩膀比較寬 所以我很擔心穿起來會看起來很葵這樣子 所以我試穿之後呢就跟他們討論蠻久的 就是最後出來這個版型呢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像我一樣 胸部比較大的朋友呢也可以穿 那接下來呢是腰帶 因為我平常非常非常喜歡搭腰帶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腰身 我覺得腰帶也超可愛的 這整件抖蓬上衣呢 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尤其是 裡面這個跳色 我覺得真的太美了 它超可愛 我們也有考量到說 台灣大家會比較怕熱 其實夏天的話當然是一定一定會太熱啦 但是我覺得秋天不會其實蠻舒服的 因為我剛才說它這裡是有做滑布的嘛 所以穿上去其實是冰冰涼涼蠻舒服的 然後它這裡呢是整個這樣可以翻開的 所以風是吹了進來的 我自己覺得還滿涼爽的 春天秋天冬天就還滿可以 最主要是很推薦大家真的是可以穿著來日本旅遊 就是它真的跟整個街景呢 還有整個日本的景色都非常的搭 那接下來是裙子的部分 裙子的部分呢 我覺得真的是大家可以收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好搭 而且就是非常的有個性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像這樣子的抖紅呢 它就要戴一個長裙 那我們這個固定呢 是做拉鍊的 裙子的部分我們是做長裙 後面這邊是有做鬆緊的 它裡面也有做跳色 真的超可愛 那也是一樣 黑色的長裙呢 裡面是質感灰色 咖啡色的長裙呢 裡面是浪漫粉 那長裙也是我自己很驚豔很驚豔的一個商品 因為我們這系列是雲朵系列嘛 就是長裙下白的部分 它真的會呈現一個 砰砰砰的感覺 超可愛 然後因為我們裡面有做撞色的關係 所以你在走路水風飄逸的時候呢 也會露出裡面的撞色 它的實穿性的真的非常高 又來了我的體型問題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骨盆 算是滿大的類型 再加上生完小孩 我骨盆還沒完全縮回去 所以那時候做裙子的時候 我最在乎就是 看起來屁股一定不能很大 最後做出這一款是A字裙 從腰這邊整個這樣散下來 然後完全沒有那種很繃很悲的感覺 裙子我真的很滿意 非常非常美 我覺得大家裙子真的可以收 它的版型我真的覺得太特別 尤其是你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裙子下面的弧度 真的是很漂亮 一群人坐在那放一輪過去 就可以看到你的裙子 哇下擺特別不一樣 不會散在那 就是像雲朵一樣 蓬蓬感覺 真的很美 裙子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滿意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裙子 是做前短後長 也是為了讓大家走路的時候 看到裡面那個撞色的感覺 那最後是背心的部分 其實我們本來是沒有要做背心 所以背心真的是一個很意外 然後做出來之後 我非常非常驚豔的一個商品 因為台灣畢竟天氣比較潮濕悶熱的關係 那考量可以讓大家更實穿更實搭 所以就想說那要不要來做一個背心 就可以兩種需求而達到 那首先先講它的整體搭配的感覺 因為我們是做雲朵系列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整個背心的版型 它下面也是做得像這樣蓬蓬的 那我也可以讓它露出來的感覺 就是更可愛更特別 所以我們就挑選了不一樣的材質 是網紗材質 讓它感覺比較特別 更襯托出一整套的設計感 而且這件背心裡面是有含BRAD的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單穿 這件背心呢 我也覺得大家可以收 因為它也很實搭 背心也是兩個顏色 是黑色跟粉紅色 我自己覺得如果要撞色的話呢 其實穿這整套卡其色 配這個粉紅色的背心呢 它撞色會比較明顯 黑色也是考量到整體穿搭的關係啊 所以我們到最後還是做這個也是黑色 它的撞色感覺就沒那麼明顯 但是我自己覺得它黑色這一套呢 就是台灣大家可能會穿得更習慣 更常穿一點 而且大家看它們背心的胸口這裡呢 還有SESOL代表的這個小方塊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聯名單品 不知道大家對哪一套最有興趣 我自己個人呢 當然是推卡其色 再搭上粉紅背心的穿搭 但是我問我身邊一些朋友 他們比較多人是選黑色 因為他們黑色穿得比較習慣 那就是看大家喜歡哪一種 那大家如果對哪一套有興趣的 都歡迎留言跟我說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 在9月4號的台灣時間晚上6點 在SESOL官網開始開賣 很希望你們可以穿上這一套聯名的衣服 在台灣街頭 在日本街頭 在世界各地的街頭 就相信你們一定會愛上它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很有特色 完全找不到類似的商品 這一次聯名真的是我的自信之作 也是我平常真的會穿的衣服 也非常感謝SESOL給這個機會 那我在這次的聯名完全沒有任何妥協 可以把我平常的風格帶給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 那期待大家購買 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給看到